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 重点就是啊 音乐 它相比其他的艺术体材 比如 美术 雕塑 或者是文学这方面的东西 它 被大众 更广泛地接受 我们无论走到哪儿呢 都可以看到人们戴着耳机 不管是在街上 还是在建筑里 他们不管是在学习 还是在吃饭 或者在做什么 他们 都是一直在听音乐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音乐的这种艺术体材啊 它可以最直接地 来影响人的思维和情绪 因为我们在欺赏音乐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需要去看 不需要去读 不需要去触摸 我们要做的只是去听 我们甚至 甚至都不需要去思考 但是这同时也就 涉及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类艺术 之前的发展史的话 可以发现 人类 人类 对某种艺术 它的美的概念 是有一个客观的事物 作为评价和推向的 假如我们说这幅画和美 我们是说它的思论 它是它的布局 我们说这个雕像和美 很有可能说的是它的 才智或者是造型 说文章美 说的是它的文风 写作逻辑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如果对英文来讲 如果我们抛开歌词不说的话 因为我认为 歌词也是文学那种 所以说如果我们抛开歌词不说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评价 音乐的美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然后现在呢 我想在座的各位 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 就是在大家心里 什么才算是好听的音乐 有没有什么 好 顺耳的 好 顺耳的 还有吗 喜欢的 OK 虽说我给你业维 跟心情相关 还有没有别的啊 什么 王安同志把这人带回来 他照比我活 听过两个人 还有没有其他胆啊 听顺耳的 好 我总结一下 刚才听到大家的答案啊 刚才听到大家的答案啊 总结起来都是 正经面 乐理方面的 心情方面的 还是 节奏方面的 各自方面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我把会场在座的所有人 都问一遍的话 我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其实 相比大家这么一头雾水的 猜猜猜猜 有这么一个更直观 更统一的方法 来可以阐释这个 音乐的美 什么方法呢 就是 数字 和数学的方法 OK 数字 在大家心里面 都是有这么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 很枯朴 很无缺 但是 你要知道 如果把数字 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话 它也是可以非常美的 所以 这个 就是 如果我把 DOU 这七个音 分为一组的话 这个钢琴 大约一共是有七组 然后 为了方便之后的演出呢 我分为把 DOU RAMIFA SULLA-C 这七个音 变成一二三组 有七 这七个数字 但是 大家 可能也知道 如果我们相同的音乐 都是由这七个音 构成的 无论它是在每一个组里 它听起来都是非常单调 特别无趣的 所以说 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做一些 学校的变动 这P的地方都翻一下好不好 学过音乐的人 可能知道 就是 我做了什么变化 就是加勒体的生号 但是 如果我不去做 真正演奏 这个音列 这个书列的话 大家 很常常感觉到它的特征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是之前的那个音列 改变了以后呢 它听起来这样 然后 然后 现在 我想用 这个音列 给大家演过一个片段 大家听一下 好 谢谢 嗯 告诉大家的就是,刚才这个小片段,给大家听了以后,你们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感觉? 用什么词来形容?它是非常格局的,还是非常灵动的? 非! 好,听到了,听到了,谢谢。 非常,它是压抑的,还是活活的? 活活! 好,非常好,非常好。 说明大家做的稍微有点音乐健康能力,非常开心。 好,而且来说,我还可以向大家告诉这一点,如果我演奏的内容,都是在这个音乐体面的话,它听起来,风格都是一样的灵动,一样的开放,一样的活活的。 只要说在这个调里面,性感都是一样的。 然后现在,问大家一个,跟上有什么答出来的问题,就是,他介绍这种风格教统吗? 好,再来跳吧,再来跳吧。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蓝调。 然后呢,还是刚才那七尾间,一二三四五六七。 但是,我做了什么呢? 我把其中的四,和七,都去掉了。 然后,听起来是这样的。一二三,没有四五六,没有七。 跟刚才一样,我用这个片段,呃,用这个音乐,给大家演奏一个片段。 然后大家,欣赏一下。 然后,刚才这段,演奏的这段曲目,给大家一个什么感觉呢? 中国啊。 中国啊? 中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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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打了他的节奏,还是他的顺序,他听起来的小伟也都相似。 说到我中调试,我记得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 视频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钢琴技的老教授,就是他一直造业特别特别高,高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可以在钢琴上演奏出鼓声的效果。 然后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是很有意思,因为就算是没有学过音乐的乐视也是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钢琴的黑线就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的美苏教士,武生教士。 好,那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呢,主要就是音乐、数捏,对音乐风格的影响。 现在,我想用数字的方法来告诉大家,音乐的动力是从何而来的。 因为我听到了很多人的答案中有节奏的这个词。 这三个词。 跟刚才做的不一样,我做的是,把一、四、五,这三个音的下方分别点了一个点。 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这七个音中,这三个音是最稳定、最和谐,听起来最明朗。 一、四、五、一、四、五、一。 包括现在,当今我们很多七星曲也都是,有这三个音,主要有这三个音够。 然后其他的呢,听起来就不那么和谐,不那么明朗。 很明显,不如刚才那个听得出过。 但是,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由一、四、五、或者由剩下的四、零构成的话, 这都是很难被称之为音乐的。 音乐家通常坐着呢,过的是,把一、四、五、和二、三、六、七紧紧的挨在一起,穿插起来。 像这样。 简张的、松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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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他们经常把这两个不同的音、简密的放在一起。 包括我之前自己写过这边一个歌曲。 它的前头听起来就这样了。 非常松弛。 稍微紧张一下。 又回到松弛。 哎,对对对,非常松弛,紧张,反复到松弛 所以说,就是这种,从紧张到风招,再到紧张,从这个和谐,到伙谐,再到和谐,这种紧密穿插起来呢,就像是松紧带一样,给音乐放命,真实来 这是音乐重力的来源 好,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现在想总结一下 法罗的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余果,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开启人类文明的三把要,分别是音乐,数学和语言 然后通过我刚才的示范和阐释呢,大家可能也多少了解了,音乐每多半是有数字和数学的方法 但是如果,非要深求音乐跟数学的关系的话,我会这么理解 音乐,它就像是人自为的一个公式 把人的理性输入公式,就可以输出人的感情 把人类当今世界的所有认知,结在一起,再处理音乐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人类千万分最美好 谢谢大家,我先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先来到这里 我们很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